今天來這個地方是一個活動漲場 所以這邊人很多 那人很多就怕聲音很吵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收音示範 那你先想看 現在就是這個活動 人相當的多 我把螢幕轉過去給大家看 你會看一下 收到的人來來往往非常的多 所以呢這個你會馬上清楚了解說這個到底收音是怎麼做的 這個是我今天要給大家去了解 那順便你看一下活動 看有什麼活動 那這個東西呢是在每拍上面做直播 我看他是可以攝影 可以照相 OK 我們就進去 那最主要就是說 每拍上面呢 他直播完之後他會做紀錄 紀錄下來之後 他的好處是 我可以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這樣就很方便 那未來呢 你就都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介紹你的產品 你的產品呢 你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去介紹 這樣子 又有背景音樂 然後又你講話聲音很清楚 那你也不會怕影響到其他外面的人 所以這樣一舉兩得 這種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 那你可以開始介紹這個產品 然後這個包包是在哪邊 哪邊可以購買 這樣你的銷售就可以銷售出去 然後做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介紹給別人 那這個是 我認為說 這個是有這個市場的 這樣的做法是有市場的 希望你看得懂 因為這些商品不是我的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 在這個地方賺到錢 不過 這種 這種設備呢 你可以詢問我 到底我是怎麼做的 我會以市場上最便宜的價格 賣給你 但是你必須要做個見證 這個是我目前有需要 需要一些見證的人來見證 讓我的東西才推得出去 所以 現在這個 算是很文藝的展場 所以 現在這個 就是在 文山 這個華山藝術中心這邊 我是 隨手照照而已 也是照到其他人 不太方便 我把鏡頭抓回 這美拍他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鏡頭可以隨時轉換 另外他 直播的還蠻清楚 所以 我認為呢 直播的市場 還是在大陸 目前來講 當然如果 你要用那個 國際的話 用Twitch 那Twitch的話 他是電玩直播 不過他在直播方面也是做得很好 然後他是橫視的直播 所以 看你的需求 看你是要橫視 還是要直視 直視的你在美拍座就可以了 給大家看一下產品 比如說 這些產品都是 這杯墊 杯墊呢 就看 你怎麼看這些藝術 我 基本上 這些東西 我不使用 我就不用它 我沒有那麼有藝術氣息 只是實用派 我這個大概只是做個 簡短的介紹 稍微等一下就把它 關掉 因為 不想到YouTube上面的時間太長 我先做個結束 不想要回頭 我把你打的 小字幕 在你的衣服 我可以永遠 全部人